中国新年很快就到了 今年的新年是狗年 我们在狗的身上 会发现到好多优点 给我们智慧的启示 第一 狗的警惕性很高 它懂得寄安思维 第二 狗能够静听外面的声音 善悲好坏 第三 狗这个记忆性特别好 反正对它好的人 它从不忘记 它懂得感恩 第四 狗很聪明 忠实之人 所以如果我们每一个人 能够学到狗的优点的话 我相信对于侯母家庭 工作 事业 都提到宏大的帮助 每逢中国新年 我们加拿大福教会 战三金色 都迎来好多的乡客 到市面里面来祈福 那么今年跟往年一样 我们有丰富的庆祝内容 其中呢 包括有壮中祈福大典 还有供奉平安灯 喜愿 还有在寺庙里面呢 烧香 祈福 另外呢 我们还准备好多精美的点心 可以供大家来享用 还有今年呢 我们还有在寺庙里面 开了一个叫树心阁 在树心阁里面可以品尝 尝尝 尝尝 还可以吃到精美的点心 所以我在这里呢 诚意的邀请 社会过界的朋友 在中国新年出席夜 到战三金色来参加 壮中祈福大典 同时来跟我们一起 来庆祝新年 祈祥大家在新的一年 身心康态 忘世日益 阿弥陀佛